现在天气这么热,大家都会觉得颈渴 一定会多喝点水 如果你外出,很多朋友会去买 这些矿泉水或者各式各样的饮品 好像奶茶类或者清茶 有些功能饮品,果汁类,蔬菜汁 有果味的饮品,乳类饮品 甚至凉茶,咖啡,酸梅汤 碳酸饮品真是多姿多彩 但是市面上有很多的果汁 对我们身体不是那么有益 因为最近美国的研究指出 如果你每日喝340毫升天然果汁 是会增加早死的风险 听见这句话真的很害怕 为什么果汁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他的研究发现,饮用过量天然果汁 和饮用过量像汽水这些含糖的饮品 对身体同样有害 平时我们只是说,汽水不要喝 原来外面买的天然果汁也不能多喝 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影响 他说每日饮用一大杯340毫升 即12盎司的百分百天然果汁 是会增加早死风险到百分之二十四的 这项研究是由阿德兰大埃麦里大学 和纽约康乃尔大学进行 分析美国13440名人士 他们将这百分百的天然果汁 和这些加入糖分的可乐汽水 柠檬水等等来作比较 追踪了六年 用问卷调查他们每日含糖饮料的 和百分百的天然果汁的涉入量 当中有一千个人 因为不同原因死亡 而有168个是冠状动物的疾病 在研究人士当中 有8.4%每日都喝含糖饮料 另外4%每日喝用百分百天然果汁 结果发现每日喝用一杯340克的含糖饮料 像可乐那样 因为任何原因而早死的风险增加11% 而每日喝用一杯340克天然果汁 早死的风险竟然更高 去到百分之24 研究同时显示 每日透过含糖饮料吸收卡路里 超过你一个人 每日所摄取卡路里一成以上 尼幻冠状动物危险的疾病提高44% 比那些涉取量少过5%的人 早死的比例高出14% 有专家说 这项研究是很重要的 所以建议大家每日喝用如果要喝果汁 是喝150克好了 因为这样他们的研究是没有增加早死风险 所以果汁是有益 但是果量既然增加早死风险达到24% 那你就不如吃整个水果 因为你还有它的纤维 帮助你身体里面的纤维素 助你排便 果汁是没有了它的纤维 而且这样浓缩的时候 很多糖分会吸收了 至于为什么这些果汁对我们有害呢 那就留待下一次跟大家再介绍了 因为以前有个错觉 以为果汁是营养丰富的 现时开始大家知道之后 每日比150克 同时最好吃全国的水果 加上喝水 喝清水 这个对你最好的了 但是是否所有的果汁都不懂得饮用呢 也不是的 专家也建议大家可以饮用某些果汁 当然另一个视频会为你介绍的了